主要我想你設定目標 寫下 寫日期 我有這個目標 神給我這個感動 然後我就向著這個方向去 我準備有些什麼我發揮 然後我準備做些什麼 然後我做了些什麼 然後有些什麼感想 你自己給自己一個進度表 當你做到的時候 有些什麼感想就寫下 你一步步去催逼自己 當時我真的就是神給我感動催逼我 沒有人去提醒我 提醒我自己在裡面發出來的動力 當然這個到了聖明充滿之後就很不同 因為聖明充滿之前 我做墓司經常都在想 因為當時我聽到一些廣道說 目標設定目標 我都很不明白 為什麼設定目標 因為每個禮拜講到 每個禮拜領習經班 想帶多些人去信耶穌 經常說想帶多些人去信耶穌 想的人去愛知多些 那有什麼目標呢 當時來說 也說得很難提醒一個人 那個靈魂也提醒了他做些什麼 多數都是幫忙做一些事情 他們都傳呼聲 我都嘗試向那些人幫助他 傳呼聲 但經歷聖明之後 發覺那個目標就很不同了 有些人經歷 然後我就挑戰他 你想想給神去用呢 然後他們就 願意了 有些就去讀神學 有些就一起參與 有些就去短孫 那時候我就一直挑戰我周圍 在聖明充滿之後 又讓他們看得到 他們可以為神做到的事情 但我都發覺 很多人是沒有這種強烈的動力 譬如說很多人都想彈琴 我那時候很多人想學 但結果是沒有人去練 想但沒有練 要實際行動 我都想你們簽名排隊 即是做了要求的 就可以簽名排隊以後去領 這就是我想你們一步步向前走 你給自己的目標 那你開始想 咦?我設定這個目標 去領警派人 我又做到了 我開始一直在做 那我再繼續怎樣去發呢 這樣 那我再繼續怎樣去發呢 我再次去發呢 我已經到超級大阪 那我再次去發呢 那我再次去發呢 我們再次來發呢 我再次去發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